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是 三西的球员呢 跟以前的队伍也是有一些变化 对 比赛开始之后 现在1比1实际上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王曼玉要出战江越 从对方这个 整个的安排来说 江越二号单打 对方头号主将 彻小西 今天江放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王曼玉第一场 对江越这一场 他们两个曾经一起 都在国家二边 以前也是经常交手 江越比王曼玉 要早一些 但是王曼玉的后续之秀 现在球应该还是 应该是上风球 然后对方戳球 出现高球 一个弹王球 一个运气球 王曼玉 中路 上手 四比四 实际上从上一场比赛来看 王曼玉开局 总是 还是有一些 一个进入状态 不是一个进入状态 不是那么的快 是 这个球 对方江越 控制得还是很好 接发球 白短 控制得很好 王曼玉没有准备 搓球失误 挥板失误 这个江越也是要了角度 是 然后江越拉台上去 在双方空短的情况下 江越找到了机会 直接抢弓得分 王曼玉得一分 7比5 看看王曼玉能不能把握住这两个发球几乎 好球 上风对了 很漂亮 我江越打得真是不错 这一上来 这就是就路很凶 我想江越现在 他这个状态 应该是包着 拼王曼玉这种 对 心态去打 好球 好球 双方打得还是非常精彩 球的质量很高 好 白手顶起来 这球王曼玉接得不错 主动用反手先拧起来之后 直接正手进攻 看看这个怎么接 其实是机会 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王曼玉这球还是没有控制住 把它拉出去 这个发球不好 王曼玉发球直接出台 而且并没有速度 如果发长球 出台的时候 要不就是 速度很快 质量很高 让对方没有准备 8比10 对方手握这第一局 但是接发球还是比较难了 像最后来 看看 王曼玉这两个球 放手质量 好 用反手先拧起来 好的 好球 好球 王曼玉 现在扳回到同一旗号线 势必实验 关键是发了个勾手 这是很可惜 王曼玉已经先上手了 但是 今天 姜曼玉的这个防守非常的好 防守能力很强 好 用反手先拧起来 所以说现在处理揭发球的方式 是 确实有信的 王曼玉 然后到正手位 用反手来拧这个球 因为接左手的球 它是逆旋转 非常 用正手非常不好接 嗯 现在自己的发球 反而把握不住 对 所以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 不过双方一让来就打得非常的精彩 是 你来过往现在 不可惜 王曼玉 第一局先行输掉了 这一局 第一局比赛继续进行啊 第一局确实江岳 拿到了 先拿到这一分 确实开局 一上来 双方对方对对方 发球 吃得都很痛 是 因为他们以前都在国家二队 他们以球数也很熟 但今天江岳 因为打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防守方面 处理的 非常的合理 老曼玉领先一分 二比一 像王曼玉现在就是敢和他相持 对 如果 王曼玉现在 就是他的 变化如果要少一些呢 就是对江岳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所以像王曼玉现在应该在节奏上 对 弱点上都有一些变化 一上来就用三种不同的方式 现在进行得分了 是 所以这局一看啊 这个调整来得正朗快 如果王曼玉一味的 用速度力量去 冲击对方 对方对这个节奏还很适应 一上来就感觉 还是比较熟悉 是 好 这意思是对的 但是反手 抽这把是十五 二比五 这个下注非常的好 你看说 郭月两个人都在国家队 能力都是很强 像这个球就非常突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奏的球 拉得很短 很转 但速度并不快 所以这球往下缩 也给对方造成了一定 好球 连续大角度调动 而且发力充分 前两板稳 找到几乎最后一板凶 还是冲啊 所以他在这个节奏上 应该有一些变化 还是对他能拿下这一局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不能一个劲的凶 这又是一个节奏的事 对吧 我还是比较不适应 对 强烈旋转的高调虎权 对 8比4 现在两个人基本上都是还是以策拳球 发策拳球 王万宇只是在第一局的最后 11比12的时候 发了一个勾手 好 又刮起来 对 今天这一手 确实在以前的比赛当中 并不常见 在王万宇的这场特点当中 我觉得这一局 他变化得非常快 因为第一局 他拉不死对方 他一味的凶也不行 对方掌握了这种速度 你反而这一局 王万宇第一板的进攻 把速度放慢 对 球的旋转加强 效果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S 右手 现在是调整的 要看一看 就要落在江岳这边了 好的 你来说还是相对来说 比第一局轻松太多 是 是 是一比五拿下 这样扳回一局 是 因为王万宇在战事上 有一个很好的变化 对 双方战成一比一 一会儿我们回来看 双方第三局比 图和华丽 然后这女平这个女团 第十五轮的比赛 现在双方战至第一场第三局 这两局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这一局实际上就要看看江岳 怎么去调整 第二局应该说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是这次上来就打一中路 是 所以王万宇发了一个车上去 对方戳高 出现机会 王万宇上手直接得分 又是一个车上 最后王万宇是正手直接拉对方中路 得分 拉了两个角 然后打中路 这球防得非常好 王万宇站得非常的稳 这好像已经知道了对方的线了 等在那里 好 看看这两个发球 还是一侧线球 所以现在侧线球 对对方这个 确实激发球制约的 确实效果很好 好球啊 是 现在王万宇的站 第一板先挂起来 用强力旋转速度很慢 也要第二板加速度 所以他在节奏有变化 速度上也有变化 给对方就造成了一定威胁 如果像第一局 他王万宇输 就输在一位的胸 结果对方对他的这种节奏很适应 对 很适应 对 防守做得真的是很好 因为他了解这种球路 是 没有拔住 好 看看王万宇这个接发球 是否反手干净 错 控制一般 好 控制一般短 控制得很好 这先连续相职啊 好球 放高球了 确实双方精彩 多回合 今天已经是多次出现了 是 好 这王万宇现在把这个速度 就放慢一点 还是好一些 对 你看对方快节奏 这种高速回合的 对方防得真的很好 不论是反手啊 这么说发力 好 这个拧完回来的位置 没有回来 所以他用正手接还是非常不好接 那么强行用反手拧呢 就是过越在第二板呢 江越呢 就是在第二板处理的时候 也是加强了质量 速度很快 第一个球 王万宇回不来 所以第二个球 没敢用反手接 用正手接 好 空端 看看王万宇这次的发球的质量啊 是 好 短签发对方正手 最终在大力对拉当中啊 笑到最后啊 9-5 很关键的一分啊 这也体现出王万宇这种能力 王万宇 加油 王万宇 嗯 又是用正手接 还是控制不了 又接高了 给对方出现 当左手这个发球 当用这个正手去接 它因为它这个旋转 逆旋转很难 很难控制 所以经常要出现高球 好球 哦 这下防守制胜了啊 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把最后这一个赛点 这一分拿到 可以看到王万宇现在状态 真的越来越好了啊 是 这样拿下啊 第三局 关键这一局啊 2-1 逆转了比分 休息一下 一会儿来看双方 第四局的比赛 好 继续回到现场啊 王万宇在先识一局的情况下啊 连班两局 现在场面上2-1 领先了对手 而从最近的这 就是这两局比赛来看 王万宇确实已经找到了 课题之声的办法了 是 王万宇从节奏上 从速度力量上 都有一些变化 对 他把球放慢 反而江岳借不上力 像刚才这个时候也是这种 看冯方如果真是对拉起来 实际上对方也不落下风 但是怕就怕 这边王万宇在不断地用节奏 不断地用变化 是 江岳这名运动员啊 实际上在1995年啊 要比王万宇大上这四岁啊 2005年 曾经拿到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女团的第一名 女霜的第一名 王万宇联系得两分 三比一领先 王万宇这球空短还是高出现高了 给对方进攻的机会 对方抬网 王万宇把这个球接过去啊 这是平凡球我们也说是第二反应 当这个球插边之后 插网之后 这个球的变相第二反应 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对这种第二反应都是很快 对方也有一些变化 这个球拉得也是强烈旋转 速度很慢 所以王万宇也是没有想到 在关键局里面啊 江苑现在啊 也是开始球变啊 是 江苑在主动进攻 在进攻的节制上也有一些变化 这两个球还是应该说 王万宇感觉的有一些难受 连续输三分 这是明显的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拧这板球并没有速度 但是有强烈旋转 出发就好啊 这边 王万一迅速做了一个回应 5比5 好像要勾手发球了 是 这江苑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像这球主动给王万宇中路 王万宇这球也是没有准备 哦 这球处理的好 大力命和一个台上去 王万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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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万争多激烈啊 6比6平 看说王万宇这两个揭发球 能不能果断处理 江苑主要还是以正手 发王万宇正手和反手 两边这两条线来牵制 好 这么走 白短控制得不错 我高了 这球高了 哦 当对方控制到第三板的时候 王万宇没有处理好这板 回外出现高球 给对方进攻的机 给对方拿给两分啊 看看自己这两个发球 能不能把握住 哦 这球发得不错 在平衡球这里就是 半出台 次出台 非出台 这是对方很难判断的 所以刚才等的声 连续进攻 但是江苑的这个防守能力 真是很强 当我们于第三板准备进攻的时候 被对方回球的速度顶着了 打在半边 好 这球扭得很果断 所以当王万宇拭完这个 看看对方怎么发 还敢不敢再给王万宇的正手位 怎么这样 哦 连续 王万宇 就是 王万宇 这球没什么办法 是 王万宇但是这两个接发球 接得非常的火 所以把比分搬到了九平 现在王万宇拿发球 九比九应该说是 这个胜率的机会就比较大 看看能否把这两个 好 第一个是 发球直接用反手直接上手 抢攻得分 十比九 王万宇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所以说对方主教练 马上请求暂停 是 这场比赛之前 实际上王万宇在联赛 整个联赛当中的战绩 是十七胜七腹 排到整个个人榜的第七倍 这样的成绩还是相当稳定的 是 比本身他一个是年轻学生 对 从新人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确实年龄很小 但是确实已经归在 像女超这么激烈的 连赛竞争环境当中 出战过这么多次 而且胜率是相当的高 双方继续 比赛继续进行 而这一分 其实对于双方两名队员 王万宇和江越来讲 太为关键了 是 江越如果赢了这个球 还有机会 王万宇赢了这个球 就结束着他们俩的这一场比赛 这次江越是在暂停回来之后 对王万宇的这回球 有研究了 现在就换到江越来发球 王万宇现在这边要接受考验 接发球接得非常好 盯的盯半出台盯的非常好 有些可能像王万宇也知道对方 可能也许能紧一些 这球稍微手抖一点 可能就要出台 他等得很好 对方要回摆一点 对方这个摆短摆得非常好 王万宇也是没有想到 真的是没想到 偷了个直线 偷了个直线直接得分 王万宇没有想到没有准备 好 发球直接得分 一个侧上 江越没有想到这个侧上 发的旋转这么强 直接戳出界 好像插边 因为我们没在现场 我们是在这个电视屏幕上看 就是看的不是非常的 对 还有就是插边 运气球拿到一个 现在又是这场比赛赛点 好的 哦 这下出来了 14比12 在一场精彩的较量当中 上到最后 我们今天队先下一场 今天队大比赛1比0 领先山西女平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稿前山西女平 来 愿意 你 float ください 你